時尚愛無限 我們今天來到了呢 是這個台灣市政協會 所輔導前例的 釀記憶咖啡 讓一些患者朋友們呢 能夠來到這邊呢 交流 學習 尋找他們的生活 這個疾病上 它其實蠻特別 就是說它其實並沒有 可以治癒的方法 那也隨著時間的進展 其實我們就發現 我們每一年收的 這樣的年輕的樹幹 就是也是看到樹木 數量越來越多 而且年齡越來越低 很多都是在職場上 還在一個工作的狀態 被迫退休 或被資錢 我們其實就是在旁邊幫忙他 但是就是正幫大家 其實都可以自己 就是自己來自己做 所以我其實也不用太多 給他太多的協助 就是現在已經變成咖啡達人了 對不對 對啊 而且聽說下午正幫會 搖身一遍變食品乾老師 對 就是會在這邊教大家 做自作餅乾 對不對 多才多餘 對啊 因為做餅乾其實蠻困難的 像是烤箱的那個熱度啊 然後還有什麼很多的 餅粒的調整 還蠻難的 我們先品嘗一下 做的餅乾 謝謝 好多喔 很多耶 全部都是巧克力耶 而且都是他手工製作的 你看看 對 他最大的改變是 變得比較開朗 OK 然後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 病史感比較好 在這個 私自證協會的協助之下 讓他找一些自信性 然後從一個 所謂失能的人 然後變成一個 現在有用的人 自己能夠 沒有 他已經是 洪製老師了 不用搶耶 我真的不會做真的耶 我希望說 能夠照顧他以外 我們也有一點點微薄的收入 然後可以讓他有成就感說 他在維持這個家的經濟 而且來到這裡也認識好多的朋友 對 奉勸各位照顧者 不要封閉自己 這樣對於自己的身心健康來講 也很重要 一人一舔意 愛就大無限